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配音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堂课呢 主要教的概念只有两个而已 非常的简单 一个就是and 一个就是or and就是而且 or就是或 那在这个不等式的范围求取的过程中呢 这两个姿势格外的重要 因为不等式呢 它不只是一个值而已 它是一段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的叠加 和范围的这个合并呢 就会是到底最后范围是在哪一块的 很重要的核心 如果x大于2 而且x会小于5 那我们画在数线上面 x会比2大 而且它要比5小 我都建议把这两条画不一样高度 那这个and就代表都要符合 换句话说呢 你要去取那个被这两段都重叠到的部分 所以是这块 那这个是and 而且 那其实呢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这样子的写法它可以写成是这样子 x在2到5之间 如果我们要找的范围是x大于2或x小于5的话 x要大于2 或者它也可以小于5就好 那这两个范围我们只要有这个或这个符合的我们都要接受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取这两个范围都有 只要有一个涵盖到的都要算 所以它其实是 那所以其实它最后的范围会是x是任意数 任意时数 任意时数 来看这个 如果x小于2 而且小于5 那这个范围会怎么样 画快一点喔 x小于2 而且要小于5 而且 而且就要两段都包含到 所以你会发现呢 最后就是x要小于2 他要小于2 而且要小于5 那其实小于2一定会小于5啊 所以就是留下小于2这个 如果是x要小于2 或者要小于5呢 因为跟隔壁一样 所以我就 赶快画出来 那现在我们是或者嘛 所以这两条只要有一条包含到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其实就是 那它其实小于5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小于2这么小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推论 推论之后你 多推论几次 你就会慢慢的捕捉到 你到底最后结论会是什么了 如果x大于2又大于5 我们直接用想像的 先来想一下 如果x要大于2又大于5 大于5的这个范围是更小 对不对 它更大 所以它 大于2不见得 大于2不见得会大于5 可是大于5一定会大于2 那而且的话 它就去抓这个比较小的范围 所以最后留下的会是这个 你看 它要大于5 而且它要大于2 所以两个都叠到的就是x大于5 但是如果今天是或的话呢 它要大于2 它要大于2 或者它大于5 两个其中有一个包含到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它 只要是x大于2就行了 那我们刚才从刚刚到现在都没有 写这个等于啦 没有写等于的话呢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图的 比较正确的做图 我应该要打一个空心的圈圈 那代表说这个点不算 那我刚才做的有点太快了 所以这个点是 这些点是都不算的 可以吗 然后x小于2 而且x大于5 x要小于2 这个点不算了 而且x要大于5 而且代表它同时要被这两个包在一起 没有 它没有被同时被这两个包在一起的 任何一段都没有 所以这个x不存在 5解 那如果是或呢 x小于2 或x大于5呢 那这两条只要有一条包到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这个就答案 就是x小于5或大于5都可以 可以吗 如果x要大于2 而且要小于2 这什么意思 x要大于2 所以 2不算 但是它要大于2 而且它要小于2 2不算 2不算 而且它要小于2 然后 请问有哪一段是都被包到的 那就没有 对不对 这个在左边嘛 这个在右边嘛 而且中间都不算了 都没有被包到 所以 最后这个也是无尽 也就是你找不到一个数字 它大于2又小于2的 然后这种怪数字 对不对 如果是或呢 如果是x大于2 或x小于2呢 那么同一个图 我们只好又再画一次了 所以这个2不算 大于2 或者2不算 小于2 那 或者 代表左边的也可以算 右边的也可以算 所以 最后这个范围会是 2 那你要留意哦 这样子代表x是 所有的数字都可以吗 偏偏就是 2不行 因为左边也没有算到2 右边也没有算到2 所以x大于2或小于2的意思就是 x 是任意数 但是就不等于2 可以吗 不等于2 其他都可以 就这样 但是就是不等于2 是不是 再来看这个 它跟上面这题有点像哦 但是你仔细留意一下的话呢 我们这个题目多了一个 等号在这个5号的底下 所以 如果x大于等于2 而且小于等于2 这么奇特 也就是说2要数 算 它要大于等于2 它要在这段范围 而且 再另外一段是 2要算 它要在 左边这段范围 请问有没有哪一个 x的范围是同时被 局限又被蓝线覆盖到的 其实这上面这个是没有嘛 但是这一题就有哦 哪一个范围 就是 就是 2这一点它同时被两个覆盖到 对不对 那这个 或 这个x大于等于2 或者x小于等于2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所以左边有包含2的 或者右边有包含2的 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最后就是全部 所以这个范围会是全部的 所有属于实数的 那我们没有学实数的定义啦 就是x是任意数的意思 好 来按个暂停把题目抄起来 在同学们练习的时候 我们照观音来闲聊一下 刚才介绍的这个and跟old知识 其实它在生活中非常的实用 尤其在未来 会有一些这个同学们去念到 比如说电子系或电子科 大学电子系或者是高中五专的电子科 那你就会学到这个电路 电路 那在这里教一个简易的电路逻辑 或者你知道那个 可能应该都有听看到 看新闻有看到这个 台湾一家非常有名的大公司 叫台积电 这个台积电叫做台湾机体电路 机体电路 那这个机体电路就是它在很小很小的小晶圆片里面要设计一大堆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呢 最基础的逻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两个 这一个呢就是and 这一个就是all 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一颗灯泡 化成这样子灯泡 这个是灯泡里面的灯泡丝 那这是电池 如果你 我们古小都做过类似的这个实验嘛 你把电池的线一接上 灯泡就有可能会亮 可是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没有 这里切断了 所以你线接上之后这个灯泡还是不会亮 那怎样才会亮呢 如果这个开关叫做A 这个开关叫做B 这两个开关都要接上来的时候 这个灯泡才会亮 请问如果我只有接A开关 但是B开关没有接 会不会亮 不会 如果我只有接B开关 A开关没有接会不会亮 不会 一定要A开关接上 而且B开关也接上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 而且A开关要接上 而且B开关要接上 灯泡才会亮 这个就不一样咯 像看下面蓝色的这个 这个我把电线逗上去之后呢 现在当然还是不会亮 可是如果我把A开关接上了之后呢 这个电它就可以从这个电池这样子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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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A开关有接上 它是不是就成功的绕完一整圈回来 这个灯泡就会亮 所以其实A开关接上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A开关没接上 如果我的A开关没接上 我接上的是下面这个B开关呢 那我这个电呢 从这个电池出来 B开关接上了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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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绕了一圈回来 也可以 也同电了 也会亮 换句话说呢 我A开关跟B开关可以只要接一个 那当然我假如两个都接上 两个都接上的话呢 那我这个电从这里出来 它也可以走A也可以走B都可以 那走回来这个电池都会亮 也就是说我的A跟B只要有一个接上 或两个接上都可以 总而言之呢 A接上或B接上就可以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或的概念 A或者B接上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或 所以我可以在设计电线的时候 用这个电路来去描述一些东西 那可以让电脑做计算 这个就是电路的基础的逻辑 那就让大家从这里了解到 这个且跟或 到了国三呢 我们正式的学有关电的知识的时候 会跟你说这个叫做串联 也许国小就听过了 但是我们大部分串联是指串联电池或灯泡 但是开关也可以串联 这样子叫做串联 这样叫做并联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从文字上想象 串就是 对不对 这就是串嘛 所以就是这两个要一条线传过去的 并联就是在旁边的嘛 所以这一个或这一个各自有自己的线 但是他们并起来在旁边的 所以这个就是并联其实是或串联是且的意思 回来看刚才的问题 很快的来看一下咯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范围其实是且 就是要符合这个 要符合这一段又要符合这一段 我们也可以直接去画 X要比-1大要比2小 那2这边有等号 然后-1这边没有 所以我们这次要画得仔细一点 就是2这里要图10星 -1这里要图空星 这个范围是这样子 那或X大于5 所以或X大于5 我的2其实应该画过来一点 但是右边要画另外一个 大于5这个没有等号 所以画出来的话 这一段可以接受 这一段也可以接受 可以吗 来看这个 X要在-1跟2之间 而且X要大于5 那我们可以参照这边的图 刚才这个是或啦 这个是而且嘛 那而且的话代表说 又要在这个范围里 又要在这个范围里 没有 所以这个是没有的 5解 可以吗 没有任何一个X比5大的 却还比2小的 那看这个 如果他一样X在这个范围里 如果X在这个范围里 或X小于-5 那总 这一题是画成这样子 可以吗 好 然后 这个 如果X在这个范围里 而且X要小于-5呢 那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没有 那我们稍微把题目改一下来 提供一些变化 如果我这边这一题是 而且X要小于-5呢 那这样子的话它会变成是 而且X要小于-5 这样子 那这两段都要涵盖到 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范围就是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也就是这个X在2到-1之间的这一段 没有包含1有办法 可以吗 好 这样子的 这个不等式的姿势 它可以应用在绝对值的思考上面 那但是我们国中不会教得很深 所以有熊老师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 如果X-5的绝对值大于3呢 其实呢我们之前在这个绝对值的那个单元有说明 我们其实要分拆开来分析 当X-5是 大于0的时候 那这样子X-5的绝对值就可以直接写X-5 它会大于3 如果这个绝对值的概念不熟的话 回去找那个国一上第一章以内 也就是说在国一上第3到第10集之间吧 对 的课程来找一下 绝对值的课程 那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X其实是 大于8 可以吗 那 要但是要注意 它是在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这个会大于8 换句话说你的这个X大于8的这个范围 要跟这个一起进来思考 这个范围是X要大于5 你就是说X大于5的话 而且X要大于8 那这两个要同时发生 所以会留下什么 X大于5 而且X大于8 要同时发生 留下范围小的这个 所以留下的是X大于8 那如果 又如果 我们刚才是假设X-5大于0 如果X-5其实是小于0 换句话说X其实是小于5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X-5的绝对值 因为里面是负的 它出来要是正的 所以要帮它乘一个负号变正的 那乘一个负号就倒过来减 所以是5-X 会大于3 这样子去算的话 等号脸面同加X-3 X其实是大小于2 可以吗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成立 这个也要成立 它要小于5 又要小于2 最后留下来的是这一个 也就是说X其实是怎么样 那要不然是在这个范围 要不然是在这个范围 要不然它X-5大于0 要不然X-5小于0 X-5大于0的话 这两个要起 这两个是 这两个 X-5小于0的话 这两个也是起 所以要取这个范围比较窄的 但是这两个是或 上面这行跟下面这行是或的关系 所以这两个范围都可以接受 最后这个题目的答案是X小于2 或X大于8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透过图形的概念来去想 老师在这个绝对值那个单元就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绝对值就是什么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完课就说有一天我会问绝对值就是什么 要打得出来 绝对值就是距离 X-5的绝对值就是X-5的距离 可以吗 绝对值 所以X-5的距离 X-5的绝对值大于3 换句话说 这个X呢 他到5的距离会比3大 数线上有一个5 到他的距离要比3大 他加3的话是8 他减3的话是2 在这中间到5的距离都会比3小 所以到5的距离要比3大的话的这个范围就是 要比8大或比2小 对不对 这样想你也会找到答案 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这样子推论的答案也是的 所以说如果X-5的绝对值小于等于3 透过图形上来想 也就是说他到5的距离会小于等于3 那他其实就是刚才中间的这一段 包含2跟8 也就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的范围其实就是 这个X在8到2之间 那因为他有等号所以两个都包含 可以吗 其实按部就班的来学习的话呢 有熊老师应该要带你把这几题 都用刚才这个分析的方式来去拆解它 但是我刚才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国中其实没有要学这么深入的 这个绝对值得不等事 所以我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一件事情可以去思考 那你们可以试着练习自己拆解看看 那不要等到高中才来学 高中就会把它列入教材了 但是高中你再学会来不及 所以呢在国中呢就有空 有机会看到了就想一下这样子 那也教大家可以用图形来判断 所以下面这几个我们用图形来判断 x-5的绝对值小于2 也就是x-5的距离小于不是2 小于-2 嗯 那其实呢这个x的绝对值本来就一定会小于0 本来就一定会小于0 那他现在又要你小于-2 其实本来他 不更正吗 这个绝对值本来就一定会大于0 本来就一定会大于等于0 那他又要你小于-2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x-5的绝对值小于-2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个范围的 那这题我再示范一次我们来求解看看 来如果 x-5会大于等于0 也就是说这样子x会大于等于5 这样子的话x-5的这个绝对值可以直接拿掉 x-5会小于-2 x-5小于-2的话呢 那么其实等他两边同加5 x是小于3 可以吗 那我刚才有说 x小于3是以x大于等于5为前提啊 所以这两个是而且的概念 x要大于等于5而且要小于3 那这个没有 大于等于5就不会小于3了 我就不画图了 那又如果 或者他如果不是会大于 如果不是x-5不是会大于等于0 就是会小于0 这样的情况下x是小于5的 那么刚才这个x-5绝对值拿掉的时候要倒过来是 -x加5或者说5-x会小于-2 于是呢x加到这边2加到这边你会发现x会大于7 那x要小于5又要大于7 结果这个范围也没有 对吧 所以透过这样分析你也会得到 其实就是没有这个x 来看这个 那如果x-5的绝对值小于等于-2呢 那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不去解x 不去解这个x 光看这个x-5本身它应该要比0大的 结果你现在又要我要小于等于-2 不管你用这个等号都是不存在的 这个范围也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无解 这两个都无解 最后看这个 当x-5 当x-5会小于2x加2的时候 那这一题一样 这个跟刚才的题目有点不同 就是我要在这个题目里面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你在处理这个含有绝对值的不等式 如果在这种方式的时候 绝对值外面还有x的多项式的话 那就绝对不能用刚才这种方式去想 你就一定要分析 可以吗 好 那这题我们也来做做看 就写很快了 就写很快了 好 同减2 同减2 x会大于-7 大于5 而且要大于-7 好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连历记号也是且的意思 所以留下来的范围就是x大于5 再来或者如果其实x-5是负的 也就是x其实比5小 所以最后留下来的范围就是 可以吗 那其实刚才这里要留意一下呢 我们这个x-5大于等于0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等号的 有等号所以其实它我们在求范围的时候 这一个x是大于等于5 或x是小于5大于1 那这样子刚好就有接上了 这样就刚好就有接上了 所以呢其实范围哈 它是 从 比5 等于5 或大于5 或小于5大于1嘛 所以其实我们直接讲它是大于1就可以了 最后这是答案 可以吗 就是必须要用分析的啦 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 这个是作业 那按个暂停把题目看一看 这是第二题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问你这个第二剑打八折 你这样是打几折啊 然后这里也有留几题吗 好 你可以上到这里